我加一点善良 我加一点热粥 我加一点清饭 吃力 小辈大把熊麦 谢谢你们 从今天开始 小雪就是你们的好朋友了 你们要好好和她相处 知道了 小雪你看 好可怕的蝴蝶 蝴蝶多漂亮呀 怎么可怕了 小辈 你为什么要吓唬我 我讨厌你 小雪怎么变得胆嫂了 小雪 快来吃饭 怎么是螃蟹 妈妈 我害怕 我不要吃螃蟹 小雪怎么了 她不是最爱吃螃蟹了吗 你们的答案怎么一模一样 黑暗魔王 这不是你抄小雪的 没有 都是我自己做的 不信你问小雪 小雪 是这样吗 黑暗魔王说的没错 是我抄黑暗魔王的 老师 是我错了 对不起 小雪 你怎么能这样呢 真是太过分了 好了 你们先回教室吧 那好了 老师这也相信了 小雪怎么会抄作业呢 这也太奇怪了 下辈大把小妹 再见 小雪姐姐 你要去哪儿 我 我不是个好孩子 你们肯定不喜欢我了 我还是离开这里吧 等一下 我们怎么会不喜欢你呢 小雪 你别走 谁让小雪 留下来吧 你们就让她走吧 她已经不是以前的小雪了 你们知道吗 她竟然抄我的作业 什么 这怎么可能 黑暗魔王 你还敢说 我已经看过监控了 是你抄小雪的作业 还让小雪说谎的 对不对 什么 竟然被发现了 快跑 黑暗魔王 你给我站住 小雪 黑暗魔王怎么做是错的 你怎么不阻止她呢 就是 你竟然还听她的 真是太奇怪了 因为 因为我害怕 害怕 怕什么呀 黑暗魔王长着奇怪的尾巴 还有厉害的黑魔法 所以我害怕 黑暗魔王不是一直这样吗 小雪姐姐 你怎么会害怕呢 小雪自从变回来之后 怎么感觉变得胆小了 没错 她以前可是最喜欢小动物的 现在竟然害怕狐蹄 王后阿姨也说 小雪姐姐连跑鞋也不敢吃了 哎呀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的呀 这都是因为你们 因为我们 没错 你们忘了吗 我家已经善良 我家已经认真 我家已经情分 善良认真情分 这些都是没很多品质呀 有什么不对吗 人家这些确实没错 但是你们忘了最重要的一个品质 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我这么想不起来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快告诉我们吧 我知道了 现在的小雪姐姐 用不动就铺鼻子 她去上的是勇敢 小雪的鼻子就是勇敢 原来是这样 小雪莉 你快给小雪加上勇敢吧 我们 进入 进入 看看了 小雪终于恢复了 小朋友们 如果品质能修改 你想给自己添加什么品质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次再见